那我們上次呢講到這個焦額他們生實驗 那這個實驗呢 我們就稱之為接流閥實驗 那接流閥實驗是在做什麼事情呢 我上次講過 就是說今天你有個針筒 或者說應該說這是一個絕熱秘密的管閉 那中間有一些多頭塞 那我現在這邊有個摩塞這邊有個摩塞 那如果中間我放了這個氣體的話 那我去用力去壓它 那一開始的時候 在這邊的氣體的體積 或是比龍叫做V1 那溫度是T1 很壓力是P1 那我壓過去的時候呢 當氣體這樣被壓過去的時候 關於什麼事情 另外一邊的這個活塞 活塞2啊 就被推動過去 那當你壓過去的時候呢 這邊 當你把所有氣體壓過去這邊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邊的氣體啊 它最後有關於T2 B2 T2 那這整個過程就稱之為結流閥過程 那這樣壓過去的時候呢 兩邊可能會有一個溫度差 我們可以量這邊的溫度 跟這邊的這個溫度 好 那我們來想想看 這個實驗呢 在簡單的數據上 可以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假設今天有這個管閉 是一個絕熱的 是一個絕熱的 是一個絕熱的過程 所以 DQ就等於0 那一直從熱力學上來說呢 熱力學第一定律 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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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l 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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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我所有內能的變化完全來自於做工 完全來自於做工 並沒有外界的這個參入 那你把它記分一下就知道我的工 總工就等於內能的相減 因為比u是什麼 u2-u1嘛 對不對 那你一向過去之後呢 變成u1-u2嘛 插個負號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寫u1-u2 是這樣子來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了 假設今天我裡頭放的是這個理想氣體 那這個理想氣體呢 在這裡頭呢 所做的鼓工 Specific walk 會是多少 我們來看 在這個多捧衫 我們畫在上面比較好對照 好 今天我的整個過程是這樣 假設這是一個結緣的圈本 好 一開始呢 我這裡頭有一個 這個活塞 好 一開始呢 好 這個活塞 這是 這是結緣的這個圈本 好 那在這裡頭呢 有一些氣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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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們 在做實驗之後呢 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好 做完實驗之後 好 怎樣 好 是一個 一個 這個功孔這裡 是功孔塞 那 做完實驗之後 這個塞當然是最到底囉 它們最到底囉 然後另一面的功孔塞呢 不然什麼事情 被推出去了 對不對 被推出去了 那你會自己呢 在這邊 紅色去畫 好 所以 開始在這邊的時候呢 我這裡是 P1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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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這裡的時候呢 我的狀態呢 是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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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在這邊呢 把這個公心 從這裡推到這邊 左做的功 叫做 那從這邊 爬到這邊呢 左做的功 叫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小學生的過程是怎麼樣分析 首先第一個 我們的打V1 會給什麼 這個打V1 是指針對 氣里做了多少功 氣里沒有做功嗎 對不對 氣里是被做功嗎 是不是 因為央啊 它其實變硬硬 把它推過去 所以你是被做功嘛 對不對 你在這個 跨年的時候對不對 有去過跨年嗎 有沒有去過跨年 假設你去 這個台北101 看煙火對不對 煙火結束了 所有人要跑了 你是被推出去了 所以你是被做功嘛 對不對 所以你做的功是多少 負的P1 V1 對不對 因為你被做功嘛 好 然後呢 當你通過這裡的時候呢 已經被推出了這個人潮用體驅了 對不對 那開始你可能要去搭捷運啊 或是騎車啊 或是附近人車 不管怎樣 你要開始自己做功了嘛 對不對 所以當你被推過去的時候 你做的功是多少 P2 V2嘛 對不對 因為到那邊的時候 那 你可能本來體積是 10對不對 出來之後 你的體積呢 可能膨脹了 也可能收縮了 不知道 反正 但是呢至少呢 你在這邊你要自己去做功 已經沒有人可以幫你做功了 好 所以呢 我的總功是什麼 我的總功應該是W1加W2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W2 W1呢 是負的P1V1 W2呢 是P2V2 所以兩個加起來 就變成P2V2-P1V1 好 那不要再記 我們前面有推導過這裡的例例 對不對 才兩張做影片之前 我們說W是U1-U2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說BQ就是0 所以呢 比U加DW就等於0 那U就等於負的W 對不對 那U呢 本來應該是U2-U1 那因為U等於負的W 所以呢 就要把它討過來 先變成U1-U2 所以我們公等於V1-U2 那我們公等於V1-U2 那我們公等於V1-U2 就是P2V2-V1-V1 所以這兩整個相等 好 那這樣子 要告訴你什麼事情呢 我們要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最後就得到U1加P1V1 等於U2加P2V2 好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再回想一下 前面我們講 韓的定義是什麼 韓是不是U加P1 對不對 內能的變化加上 我做的工嘛 體積的改變嘛 做的工嘛 對不對 韓是懂能量 所以這不是告訴你它就是等於 韓1等於韓2嗎 對不對 之前的韓 跟之後的韓 是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過程叫什麼 所以它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潔流閥過程啊 其實是一個等韓過程 Constant entropy的過程 潔流閥過程 從數學到高 就可以看這個潔流閥過程 當然潔流閥過程 注意你要 絕熱啊 你不能加熱啊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呢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 當時做這個驕傲套生實驗呢 做出來的情況是怎麼樣子 好 那我們怎麼來看看這個實驗呢 首先我們想想看 我們當時定義韓是什麼東西 還記得嗎 好 我們當時定義韓 它是P B的韓數對不對 我們說還是TP的韓數吧 所以我今天呢 要研究韓的話呢 我做圖的時候呢 我會做一個什麼 T跟B的做圖 對吧 我看韓的變化 當然我要看TP圖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我們做了這個TP圖之後 我們來研究一下 剛剛的集聯閥過程 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好 那我們來看 今天我的這個氣體呢 假設我在結論法覆 我去做壓縮 所以 我從這邊壓縮的時候 顯然這邊應該是高壓 對不對 這邊應該是低壓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這個結論法覆 是從高壓把氣壓到低壓去嘛 對不對 不然你壓不過去嘛 好了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TP圖上 我們看一條曲線的時候 我們的結論法覆程 一定是從高壓 這邊是高壓 這邊是低壓 對不對 一定從高壓往低壓走 好 那注意它這個走的方向 好 那我們來數學上先來看 那如果TP圖 我去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會看到什麼事情呢 好 OK 好 那我們現在另一個東西叫做加爾泰瑪森係數 好 那這個加爾泰瑪森係數呢 另一層μ μ等於parti t parti p 簡單講 parti p parti p 講到我是等函的過程中呢 因為我剛剛說結論法覆 我講h1.h2 這個等函過程嘛 對不對 那我們要研究函呢 要看這個圖上的曲線的斜率 就知道它的過程是什麼樣子 所以是parti t parti p 對不對 斜率嘛 對不對 parti p parti p parti p 對不對 好 好 那這就是加爾泰瑪森係數 那我們在做剛剛的結論法實驗之前呢 我們來看看圖上的曲線 如果我在壓的時候呢 我去做壓縮的時候 假設我是一個準靜態 他會慢慢在這個圖上慢慢移動 對不對 那移動的形式會告訴你說 你今天的過程是什麼過程 我們先來看 假設μ代於0 什麼叫μ代於0 我們說μ是parti p parti p的話它是斜率的意思 對不對 μ代於0代表的是斜率代於0 對不對 以這樣圖來看 哪裡斜率大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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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邊 低壓 啊 低壓 這邊嘛對不對 這邊斜率大於0 對不對 好 那斜率大於0 在做節優法過程的時候 我們又從高壓壓老低壓對不對 所以表示我斜率是從這邊走到這邊來嘛 對不對 那斜率大於0代表 如果說我高壓壓老低壓的話 那溫度應該要從高溫到低溫到低溫到高溫 所以今天 假設我斜率 假設我斜率 那我在做節優法過程中 我的溫度從高到低 表示我氣勤在怎麼樣 冷卻嘛 假設發生這件事情 它是怎麼樣 它在冷卻嘛 對不對 節優法過程發生死卻 好 那假設μ小影子 但μ小影子 斜率是負的嘛 對不對 負的是哪一區 這一區嘛 對不對 這一區嘛 好 那斜率在這一區是負的 就是長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今天呢 我從高壓壓到低壓的話 那我溫度應該要怎麼樣 上升還是下降 從高壓走到低壓 那我溫度要上升還是要下降 上升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假設我μ代0 它就是上升 好 那最後一個呢 還有一個 這個 μ等於0 μ等於0 在哪裡 這裡嘛 對不對 μ等於0在這裡嘛 好 那在這種情況下 溫度不升不降 對不對 因為斜率高到低壓力嘛 我的溫度跟壓力完全無關 所以先告訴我們 今天我們做這個時間告訴我們 欸 加油他們告訴我們 這個時間告訴我們 基本上大概低壓力 μ大概低壓力 好 那就表示說 今天我這個冰回0 斜率回0 斜率回0 它就在這裡 對不對 那是一個很寒的一個過程 那 換句話說 它告訴我們什麼 今天 我的這個寒啊 今天這個寒啊 它跟你的壓力 與壓力做變數 它根本不會有任何溫度的變化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寒的這個東西呢 跟我壓力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誰直接告訴你這件事情 誰告訴你這件事情 所以呢 寒不是壓力的寒數 寒它只是溫度的寒數 它不是壓力的寒數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那剛剛是實驗上的 那同樣的 我們照這個 內能那個實驗 我們來看看 體論上很好做到同樣的事情 所以呢 我們一樣照 前面的步驟 我們來回顧一下 我們前面可以用循環關係式 對不對 partial h partial p constant t 乘上什麼呢 partial p partial t constant t 再乘上什麼呢 我們來用寫的好了 如果你忘記的話 循環關係式 我們來寫一下 來 我們從這個 partial h partial p partial h partial h partial p 然後 然後 以h的常數 再乘上呢 partial t partial h 然後呢 以p的常數 應該要等於固一嘛 對不對 十萬關於四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partial h partial p constant t 就等於 負 負的一分是什麼 把這兩個移過去 對不對 partial p partial p constant h partial t partial h partial p constant t 對不對 好 這幾步 翻上去 變成什麼呢 partial h partial p constant t 就等於什麼 翻上去嘛 對不對 變成什麼 partial t partial p 有個負號 不要忘記 然後h 然後再乘上什麼 partial h partial t partial p constant t 所以這次就出來了 這次就出來了 那不要忘記哦 partial h partial p constant t 這不就是定容 比熱嗎 對不對 這就是定容 比 定壓比熱嘛 對不對 因為壓力是固定的嘛 是不是 所以這次就得負的 cp乘上 partial p partial p constant t 好啦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呢 可以告訴我們事情呢 首先 我們來看 這個剛剛是講是cp嘛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這個剛剛不是就是 我們的mue值嗎 對不對 這是我們教我 套馬生c數嘛 是不是 那這個值會等於0 這個值會等於0 如果這個值等於0的話 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告訴我們partial h partial p 等於0 也就是我函 基本上就不是壓力的函數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我們從理論上 得到跟實驗一樣的結果 如果這個值等於0 這個 等於這個意思表示這個值等於0 這個值等於0 表示我的函不是 什麼p的函數 所以我們本來知道 函數是函數的函數 事實上呢 由這個證明告訴你 我函數是溫度的函數而已 就跟內的密模一樣的 好 所以呢這跟這個 極與薩克交流實驗 告訴我們事情是一樣 那這兩個實驗 基本上它都等於0 所以兩個基本上是等價 patchial p concent t 等於0 patchial h concent t 等於0 所以內呢 不是體積的函數 然後呢 含它也不是壓力的函數 含它也不是壓力的函數 含 好 然後再來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OK 好 那接下來呢 開始進入我們這裡的 比較精彩的部分了啦 吼 我們要來講的是 第一個 熱機 p engine 熱機 熱引擎都可以 那基本上 講熱機比較方便啦 熱機 p engine 就是引擎的意思嘛 對不對 那一般我們把它換成 機器的機 熱機 那 Carno Cycle 卡諾循環 那這個卡諾循環呢 雖然是在 早期來講引擎 但是到現在這個 光電的這個時代 卡諾循環 還是非常非常重要 光電轉換效率 你跟卡諾循環 很有關係 那 你們讀完這個章節 不要把它 就當做引擎才能用卡諾循環 不對 比如說 我們做熱電做光電 你會發現這個式子 效率的式子啊 它會跟卡諾循環的公式 連結在一起 連結在一起 好 那我們首先來先看 什麼叫熱機 簡單講呢 熱機是一種裝置 它有個系統 它可以輸入 再從高溫的地方 輸入熱 然後去做機械工 然後呢 再把這個熱呢 丟到低溫的這個地方去 那 治安圖 治安圖 是一個 示意圖 這是一個示意圖 這個是反過來 我先講熱機 好 簡單講呢 你會想要看 大部分的熱機 都是這種形式 比如說 騎摩托車的時候 摩托車引擎 摩托車引擎 那是一種內燃機 就是說我的燃燒的東西 是在引擎內部的 那正常的鍋爐 鍋爐是外燃機 就是我燃燒 用在鍋爐的外面 對不對 把水加熱 蒸氣就可以推動 這個 液片 或是渦輪 或是齒輪 對不對 然後車就會動 那叫外燃機 但是不管哪個形式 你可以想想看 我們加熱了這個引擎 加熱引擎 摩托車 加熱引擎之後 引擎變熱 那就開始運作了 運作完之後呢 引擎會燙 對不對 所以你要冷卻它 所以摩托車 有水冷的摩托車 或氣冷的摩托車 對不對 甚至排氣管 你不小心腳會燙傷 對不對 假設還有那種舊的摩托車 像我講到兩個巴 就是以前小時候 以前摩托車沒有這種概念 排氣管沒有加那個防護蓋 對不對 然後呢 走進去 要這個牽車的時候 腳就碰到排氣管 就燙傷了 對不對 所以它代表什麼意思 燃燒的時候給熱 對不對 然後呢 它有廢熱要排出去 所以它的過程 我們用機械式的分析就是說 我從高溫區得到了熱的輸入 對不對 然後做完工之後呢 再把熱丟到低溫區 空氣啊 室溫那就是低溫區嘛 簡單講引擎就是這樣一個構造 所以呢 所以它的目的是做什麼 我們要用來做工 然後呢 然後把剩下的運轉換成熱 所以熱 所以熱 做什麼事情 引擎中的熱做什麼事情 引擎的熱拿來做工嘛 對不對 它先把熱變成系統的內能 所以呢 比如說引擎內部的氣體 溫度就升高了 它內部就增加了 對不對 那增加了氣體的內能 它可能要發生什麼事情 它可能要膨脹 要什麼的 對不對 才用活塞嘛 對不對 才能拿來做工嘛 好 簡單的就是引擎的這個用處啦 所以呢 我的引擎呢 把熱變成內能 把它內能拿來做工 做完工之後呢 我的引擎要回到原來的狀態嘛 對不對 你不回來的原來狀態怎麼樣 就縮缸了嘛 對不對 夠了 對不對 騎摩托車 你們有摩托車應該還算新車嘛 對不對 但是你騎舊車的話呢 騎騎旺架機喔 就縮缸了 對不對 它就回呼不了原來狀態 本來引擎這樣 登登登登登上下洞 對不對 然後咦 卡住了 回呼不了原來狀態了 就縮缸了 好 那當然一定系統上回到原來狀態 不然不能持續做工啊 那簡單講 熱機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你加熱的方式呢 你可以來蒸氣 可以用熱氣熱來啦 也可以用電阻加熱啦 汽油加熱都OK 都OK 好 所以呢 你這個簡單講就是從 一種東西就是說 RezoR 什麼叫RezoR呢 就是熱鋤 或者是熱鋤 有班人是廚倉的廚 好 廚藏廚不會洗 廚藏廚知道 對不對 我記得 我剛來中原第一年 在上那個熱褲 那個還真巧 就剛好有一個女同學買的熱褲 對不對 幫你桌上幫我們帶走 我說怎麼會這麼巧 上熱褲 然後有同學幫我們買了熱褲 幫我們帶走 還偷網說 到底是誰的熱褲 丟在這邊對不對 不是褲子的褲喔 這是倉庫的褲喔 好啦 那我們 所以這個RezoR 這個Rez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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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褲 熱褲 簡單講就是 熱褲不一定是熱的喔 它可能是冷喔 它可能 我們定義的是 有高溫的熱褲 有低溫的熱褲 它簡單講 這個熱褲 我從這裡拿一點熱 它的變化基本上 不會變 就像 你知道海邊 你搖一條海水 海水的總量 看起來是一樣多 對不對 熱褲不會因為 你拿了一點熱褲 它的溫度 就下降了 簡單講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它的熱褲很多很多 所以熱褲不一定是熱的 它可能是 也可能是冷的喔 熱是一種形容詞 並不表達 它真的是 我們認知的 溫度比較高 好 注意這一點 所以簡單講 我熱呢 從熱褲取出來 拿去做工 好 那基本上 正常的來說 以能量手衡的角度來講 我們會認為 你今天流入的熱褲 應該要等於做的工 對不對 你卸多少熱褲拿去做工 能量手衡 應該要百分之百 那實際上來說 熱褲的第二面率告訴你說 我們不可能建造一個 這是開我的陳述法 我們不可能建造一個完美的引擎 使得怎麼樣 使得你做的工 跟你的熱相等 你能夠達到目標指的說 你吸的熱會大於你所做的工 這個也很正常啊對不對 我們買一個東西 比如這個麥克風 這個麥克風可能講物料成本 可能也許兩百塊而已對不對 他跪在什麼地方 製造的工藝嘛 花的錢嘛對不對 所以你拿這個東西 明明他的物料價值 就只有兩百塊錢 可是呢 實際上呢 你要花的能量 花的錢啦對不對 能量就是錢嘛 花的錢 實際上有多少 實際上是比較多的 所以花這麼多錢 你買到的東西 就是這樣的一個價值 所以我吸的熱會大於你所做的工 所以我可以說嘛 這個物標是很正常啊對不對 你給的錢不夠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做的工當然就不夠好嘛 就是這樣子啦 好 那問題是那些錢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我們怎麼去改進這個引擎的描述呢 簡單講 就要有一個低溫熱庫 但是這個低溫熱庫簡單講 所以我們就說我們熱在引擎裡頭 就是從高溫熱庫吸熱 做了工之後呢 再把熱丟到低溫熱庫去 簡單來講 直接吸熱去做工 是不可能的 我們能夠做的事 從高溫熱庫吸了熱 一部分做工 一部分丟到低溫熱庫去 對不對 你鋪條路工人也要拿錢啊對不對 承包商也要拿錢啊對不對 你不可能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是用在品質 工人都不用錢 不可能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可能誰要摸個一手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做的工就越來越少 對不對 丟到低溫熱庫 就不能用的熱越多 你做的工就越少嘛對不對 所以三個加起來 必須要能量手合 這樣就合理了 那當然我們丟到低溫熱庫的時候 我們就稱之為 SERMO-PRUSH 所謂的熱呼嘆 熱呼嘆 熱呼嘆 做工的方面 好 現在有沒有問題 這是熱氣的定義 這個方法是絕對不行的 這個方法就像 就像這個 常講的 它是一個吸星大法對不對 我可以 這個東西 我去手去摸著它 我就把它熱吸走了 能量全部拿走了 而且不做熱的工對不對 它就變得很冷 然後我手就變得很熱 把能量全部吸走 對不對 這結冰了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這樣子 但是這是不可能 忍熱血的定義 可能不行 好 所以呢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要定義一種 叫效率啦 對不對 你到底花了多少錢 拿到多少的東西 那就是我們的效率 對不對 所以液塔 這叫液塔 這叫液塔 好 好 這樣會唸了吧 液塔 對不對 液塔 好啦 那液塔等於什麼呢 Q2就是你付的錢 放熱度吸下來的能量 對不對 就一開始 總共的能量 就是Q2 什麼叫效率 做的工 才是你真正要看的目標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效率 就等於WU出上Q2 這樣的定義應該很合理 對不對 那當然 這個熱流入流出有方向 對不對 那 定義導航 你可以加個絕對值 對不對 所以呢 絕對值 絕對值Q2 因為 你想想看 對於這個系統來說 如果你站在這個M M就是熱機引擎 這個T1跟T2特別是熱庫 你以引擎的角度來說 Q2是流入是正值嘛 對不對 你錢變多了嘛 對不對 可是WU流出是負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引擎的角度來說 如果你錢 WU出以Q2的話 你的效率是負的 比較不符合日常的概念嘛 對不對 所以我會把它加個絕對值 加個絕對值 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就是效率 所以輸入跟輸出的比值 就是我們的ETA 就是我們的引擎 相當於DETAQ 什麼叫DETAQ Q2流入Q Q2流入Q1流出嘛 對不對 所以DETAQ 是不是Q2-Q1 對不對 才是真實的DETAQ 對不對 然後呢 你說這個Q2流出去 還DETA流出去 DETA流出去 W流出去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DETAU呢 可以選Q1加Q2